说起现在的富翁,大家总会想起各国的首富,其实,在古代的时候,中国就有一个古代首富,除了和珅之外非法来源,他的财富是美国首富的四倍之多,总资产达到了2800万白银,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的话,能达到50亿之多。 这个人被历史学家评为1000年以来,世界上最富有的人,当时美国首富的资产不过是700万两百银,这个人是谁呢?他是如何积攒下如此巨大的财富呢? 此人名叫吴炳健,其父辈在当时就是长州的首富,按照如今的说法,吴炳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,如此有背景的他,已经不满足于国内的生意,把生意做到了美国,投资了美国的铁路和证券领域。 不少人拿和珅和吴炳健比较,的确,和珅的财产在吴炳健之上,但都是和珅搜刮民之名高得来的,本人并没有创到价值,这也是和珅受后人唾骂的原因之一。 吴炳健则不同,他的资产是合法收入,不仅为清政府创造了大量税收,还拉动了国民经济。 吴炳健虽然是个商人,但绝对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 据史料记载,当时吴炳健与一个美国商人有生意往来,由于美国人经营不善,最终欠下了吴炳健七万多的银员,可有没有能力偿还。 吴炳健搞清楚来龙去脉后,当着美国人的面,把欠条丝的粉碎,并告诉他我给你盘缠,你可以随时离开中国。